往下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学习的是第15章 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其实这一章来讲啊 我们就讲一讲怎么能给自己省事 利用他人工作当中呢 我们涉及到两部分 一个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一个是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对于这两节我们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对我们注册会计师来说 就非常轻飘飘 因为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我们注册会计师啊其实都懂 我们只是看一看 这内部审计人员工作做的好 我们呢就少干点活 用一点他们的工作成果 如果内部审计人员做的不好 我们注册会计师完全可以自己亲自上阵 自己干这个活 所以啊这个利用内审 我们是这样一种态度 但如果说利用专家工作呢 在我们审计这本教材中只要提到专家这个词 他永远都是会计审计领域以外的这个人员 所以说对于我们讲到专家是注册会计师自己不懂搞不明白 要找专家求助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对专家的考量 那当然了我们注册会计师即使啊 不懂专家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可是还是要考虑能不能利用专家工作 能不能达到审计目的的 OK那本章其实从考试角度来讲并不难 属于一个一般重要章节 在考试当中呢 多种题型都涉及过 客观题 简答题 综合题都有 从考试这个分值来看呢 零分到五分 各别年份上啊 可能没有出题 但大部分情况都会涉及到本章的一点内容 平均分值呢 是3.2分 本章的知识点比较细碎 需要各位同学学习的时候 注意准确辨析 对比来记忆 这也是咱们对于这个部分 对各位同学提出的要求 比如说针对内部审计工作这块 我们能不能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那能利用的条件是什么 不能利用的条件是什么 较少利用的条件是什么 这几个表述的字眼呢 就需要做一个对比辩析记忆 在题目当中能够选出来 绝大部分内容呢 主要还是以这个选择题的形式为主 考察理论知识 当我们涉及到简单题综合题的时候 一般就是结合其他章节去考察相应的小问 那稍微具有一点灵活性 但是因为本章不是自己干活 是利用他人工作 所以总体来说呢 更多的是考察能不能用 用到什么程度 对这个应用的工作去进行评估 这样的一个出题风格 好那我们本章两节内容中比较重要的一节 是第二节利用专家的工作 因为对于这一节来讲 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自己不懂向别人求助的环节 要考虑的往往就更多一些 好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的内容 一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二是利用专家的工作 第一节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关于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呢 就是我们在审计当中啊 本来就讲到说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然后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但是了解内控上不是了解所有的内控 是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七章啊 就给各位同学已经讲到的 到这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讲 如果他设置了有关内部审计的部门 这个内部审计部门啊 就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呢 往往也会在被审计单位对内部控制的监督上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好那么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通常需要了解和测试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而内部审计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内部审计活动 及其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以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暴风险 及其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程序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评估这个被审计单位 还有一个内部控制的时候 了解内控的内在上 内部控制五要素中 我们就提到了对控制的监督 这个对控制的监督 其实往往就是内部审计人员所参与的工作 它会影响我们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了解内部控制 同时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风险评估 以及后续考虑的审计程序 那我们在了解与评估内部审计工作时 会发现一个问题 说这个内部审计人员所做的工作 有一些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价 能给我们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带点帮助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内部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进行相应的测试 可能会出具关于内部控制 是否得到有效运行的自己内部的报告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一看 这不就是我们打算做的控制测试的工作部分吗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新测一次了 我们可能会发现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 通过工作就得出了 该内部控制没有有效运行的结论 那在后续 我们在实施审计程序的时候 可能就会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成果 考虑了控制没有有效运行的部分 对这个环节呢 可以多做实质性程序 所以这是我们直接利用了内部审计人员 现有工作成果 那同时我们在工作中还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小情况 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简单机械重复劳动 会浪费我们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的很多时间 但这工作我们还是需要执行 那我们就希望能有人来给我们帮忙 于是我们就跟被审计单位去协商 说能不能借用两个内部审计人员 作为我们审计项目组的边外成员 来帮我们干一点活 当然了 这不能影响我们注册会计师 保持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对吧 也不能影响我们工作中最终的一个工作成果 其实我们把这个人借过来 往往都是做那些不涉及高度职业判断的 让他帮我们做一些简单机械重复劳动的 比如我们要检查这个文件所后复的一些原始凭证 那这些原始凭证跟文件是不是合对一致啊 这就是简单机械重复劳动 找谁做啊都一样 那我们就可能会跟被审计单位借用这个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其实我们在后续的章节当中 比如说23章 我们也会讲到 诸措会计师把自己的人员借给被审计单位 帮被审计单位做一些行政事务型工作 这样的考虑会不会影响独立性 其实就是互相帮忙的一个角度 所以通过了解与评估内部审计工作 利用可信赖的内部审计工作相关部分的成果 或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好那内部审计这个部分是指被审计单位负责 执行见证和咨询活动 以评价和改进被审计单位的治理层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流程有效性的部门 岗位或人员 内部审计的职能包括检查 评价和监督内部控制的恰当性和有效性等 针对这个问题啊 往往就会跟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了解内部控制 以及对你测试的内部控制 进行控制测试这个工作 跟我们的工作会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叠 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的目标和范围 职责及其在不同的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包括权威性和问责机制 有的被审计单位他非常重视内部审计 会给内部审计的人员更高的职权 甚至可以直接向治理层去进行通报 这样的话 内部审计人员就能更好的有什么说什么 有问题能更好的暴露出来 但是有的被审计单位啊 只是非常形式主义的设置了内部审计相关的部门 但是他这个内部审计的人员呢 可能本身在被审计单位瞬间多职 还负责其他的管理层工作 他就不太可能把自己发现的管理层工作当中的漏洞 都给披露出来 那就会导致内部审计人员不够客观 所以不同的被审计单位 他对内部审计相应的重视程度不同 也会导致内部审计的地位有比较大的差别 内部审计可能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活动 只能说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跟我们注册会计师做的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中 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叠的 我们关注点上都会关注这个重大挫暴风险 但是并不会完全一致 内部审计人员他相当于是被审计单位所雇佣的一个员工 所以他会关注被审计单位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 比如说与公司治理相关的 像我们涉及到这些价值观的树立 然后对于公司的一些大环境的管理 那对于风险管理有关的 就是评估被审计单位的这种经营风险等等 那对于我们内部控制有关的 包括评价内部控制 检查财务和经营信息 复合经营活动 复合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等等 好第二呢 内部审计人员 其实就是这个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就是指执行内部审计活动的人员 内部审计人员可能属于内部审计部门 这是比较正规的一种方式 但是有的被审计单位呢 可能会设置相关的一个岗位 叫法呢略有不同 就履行内部审计职责的类似部门 关于这两个部分 只需要各位同学做简单了解 一般在考试当中呢 不直接出题 也是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科普性质 了解一下我们讲 现在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工作 针对的内部审计这个概念 到底是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的联系 其实有一些同学会向我咨询一个小问题 就会说老师考过注册会计师啊 能做哪些类型的工作 因为有很多同学对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 有一定的兴趣 那好老师又会说 说你可以去会计师事务所 找一个事务所的工作去做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注册会计师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工作 有机会去让你从事 像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小伙伴 可能平常工作中出差比较多 坐着坐着有点烦了 想转行就会找到一些企业 清朝企业里呢 担任内部审计的相关岗位 这也完全可以胜任 原因就是 我不管是内部审计 还是注册会计师审计 一体审计能做的这个工作啊 方法都是相似的 你看我们在审计当中 能做什么审计程序呢 询问观察检查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 谈证分析程序 那你放到一个被审计单位 它有内部审计人员 想要对内部控制运行的 适当性有向性 做出相应的评价 那它一般来讲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实这方法也就是 询问观察检查等一些 程序的结合 它主要的这个工作方法 是相似的 接着我们说对象相关 这个对象不能说是一致 只能说是相关 因为注册会计时啊 我们关注的是 对财务报表去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提供合理保证 可是呢 内部审计 是针对公司治理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 进行管理出具相关报告 提出改进建议 那内部审计可能还会关注 公司的一些经营风险相关的 那可能不是直接落实到财务报表 这个方向的 可能不是跟报表审计相关的内控 对吧 好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跟内部审计 他所关注的内容 是针对被审计单位的不同方面 只有一定的重叠 我们就只能叫对象相关 那关注点相同 因为提到都是一个审计嘛 所以我们在关注点上 往往都会关注被审计单位 哪些领域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那我们会对风险点予以关注 这是审计中本身就会存在的一个思路 如果内部审计的工作结果 表明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 在某些领域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注册会计师就应当对这些领域 基于特别关注 你看内部审计关注到的重大错报风险 他自己可能在这种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 就已经写出来了 注册会计师阅读了内部审计人员 写的相关报告 发现了这些风险点 在我们的财务报表审计中 同样会予以关注 好了 那我们说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 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是内部审计人员平常在执行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工作成果 比如说评价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和运行的有效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出具了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我们注册会计师就可能会把他的工作成果直接拿过来用 一看说这个工作成果可以作为证据在我们审计中提供帮助 好那我可以拿过来用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内部审计人员借过来 作为审计项目组的边外成员帮我们干活 所以两个方向 一个叫在获取审计证据的过程中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第二是在注册会计师的指导监督和复合下 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好利用内部审计工作不能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到这呢要给各位同学画一个小重点 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考到过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各个环节上都反复的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能不能减轻管理层治理层的责任 我们说不能 因为管理层治理层是应该好好编报表 承担编制相关责任的 而我们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是该审出来 没审出来的责任 好在我们第十四章讲审计沟通的时候 讲到了可能利用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接受委托后利用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底稿 给我们的审计提供帮助的话 那会不会因为利用前任工作减轻我们 后任注册会计师责任呢 也不能原则上我们在审计报告当中还不能提及 全部或部分的依赖了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对吧 好的到这我们又提到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要不要用注册会计师要有一个评价 能用到什么程度注册会计师还要有评价 最终如果利用这个工作是不是足以实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的 我们同样还是要自己考虑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可以用 那是通过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决定的 并且即使利用了内部审计工作也不会拿过来就用 我们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成果的时候 会对这些工作成果执行一定的审计程序 如果我们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的话 那我们就会对他的工作做指导监督复合 都有注册会计师自己来保障安全 所以到这个利用内部审计工作还会强调 不能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好同时我们在下一节讲到利用专家工作 那利用专家工作在这我们汇总一下 同样啊利用专家工作也不能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16章讲到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那原则上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他也不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对于我们利用内部审计工作这个环节来说 内部审计人员别管在被审计单位有什么样的地位 他可能达到我们注册会计师这样独立性的要求吗 不可能 毕竟你想啊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上 我们最简单的要求叫做没有情感纠葛 没有利益纠纷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没有情感纠葛 没有利益纠纷来讲 内部审计人员就不可能达到 内部审计人员受雇于被审计单位 拿着被审计单位的工资 他就不可能没有利益纠纷 所以他永远都达不到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要求 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的考虑利用内审工作 不能完全依赖内审工作 好 内部审计的自主程度和客观性 无法达到注册会计师的要求 不应完全依赖内部审计工作 在这也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本章当中从来不提内部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因为他做不到独立 他只能叫客不客观 我们提到对内部审计人员的考虑的时候 都是考虑他的客观性 不是考虑他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针对我们这者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的注册会计师才能提的 好 接下来独立做出职业判断 对于我们注册会计师来讲 那种高度职业判断的只能自己做 不能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好 这个问题很重要 哪些属于高度职业判断的呢 比如啊 我们在第二章中 学习到了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当时啊我就说 我说对于重要性水平确定的时候 你看我们题目中 要不然考你关于重要性的一些理论表述 要不然在主问题中明确给了你重要性水平为100万 让你在小案例当中运用重要性水平 去对一些错报情况等等进行评价 运用实际执行重要性来考虑可接受差异额的确定是否恰当 会计估计的区间是否恰当等等 他其实就是要不然考理论 要不然直接考对重要性的运用 他为什么不考你确定重要性 因为这个要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 可能需要高度的职业判断 那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审计的小题当中 去考你如何确定准确的重要性金额 好 那我们这就属于高度职业判断的 像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之后我们是要应对重大错报风险 通过第七章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才能够应对 才能决定进一步审计程序怎么做 那么这风险是高还是中还是低 直接影响我们后续工作 那这肯定是高度职业判断的 利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中 获取的各类信息来综合考量的 好样本规模的确定 因为我们在确定样本规模的时候啊 那虽然我们会说到 说我们可以用到样本规模表 然后结合我们对他的一些具体因素的考虑 比如说我们对于可容忍误差的考虑 对于预计总体误差的考虑 来最终确定样本规模 可是那个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却是我们注册会计师通过职业判断来考量的呀 对不对 对于我们这种说可容忍误差 还有预计总体误差 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考虑的这个抽样风险对应的因素 那我们肯定是要自己去进行衡量的 在控制测试中我们考虑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在细节测试当中呢我们就会考虑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通过职业判断最终才能够确定样本规模 它可不是简单的一个查表就直接确定了 还有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评估等 本身被审计单位在做出相应的会计政策选择运用 做出会计估计时就有一定的主观性 我们注册会计师再对此进行评估 那同样啊就要考虑这个主观性可能带来的影响 像我们第17章就要专门去讲 对于会计估计高度不确定性的考虑 所以这都属于高度职业判断的部分 好注册会计师必须对财务报表审计有关的所有重大事项 独立做出职业判断 而独立承担责任呢 注册会计师对发表的审计意见独立承担责任 这种责任并不因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或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对该项审计业务提供直接协助而减轻 好我们来看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注册会计师通常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工作的是什么 说到这儿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就是那种高度职业判断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做 而简单重复机械劳动的比如像我们说检查 这些文件啊对我们的文件及后复原始凭证进行核对 这样的工作都是那种简单机械重复的就可以找人帮忙 好那你来看一看 A说评估会计政策的适当性 那这种评估会计政策是否适当高度职业判断吧 A就是只能注册会计师自己来 不能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人员来 否则的话你让内部审计人员说 他会说我们做的会计政策选择运用啊 当时内部审计人员还对其进行审核了呢 他也认为这很合理 他肯定会认为这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不能够帮助我们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发现问题 所以A不能用 B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个定量的错报的衡量标准 怎么算是重大错报呀 往往我们就通过这个重要性做一个定量衡量标准 所以肯定是审计中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 那么他也不能利用内审 C实施控制测试 回顾一下控制测试怎么做 询问观察检查 重新执行 对吧 但我做这个控制测试 比如说我打算对某一类交易进行检查 然后抽取了其中50笔行政 打算对起案 观察是否经过恰当的授权审批 并且有权限的人去进行签字确认 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检查工作嘛 好那这个实施控制测试的话 是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帮忙的 我们只要界定了一个标准 那你这样的重复检查工作可以交给内部审计人员来做 还有第四确定细节测试的样本规模高度职业判断 不能利用内审人员工作 答案就是C选项了 好接下来 单选题 在对被审计单位同时执行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时 下列各项工作中 注册会计师可以利用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工作的是什么 A确定重要性水平不提了 这个我们就是高度职业判断不能利用 好B了解企业层面控制 你说了解企业层面控制能由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人员来做吗 不能 注册会计师你想要评估风险 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在去评估风险的 你建立在了解基础上了解哪些是适当的 是不是足够了解 需不需要职业判断 我们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中讲到了 说注册会计师了解的上限是什么 上限是管理层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程度 我们注册会计师不论怎么努力 他不可能比管理层还了解被审计单位 那除此之外了解的下限是什么 那至少要做到足够识别评估风险 在将来才能做恰当的风险应对 那了解的到底够不够 到底应该了解到什么程度为宜 这是不是高度职业判断 是吧 那这里我们就不能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工作了 C对重大业务流程实施穿行测试 我们说穿行测试是做什么 把一笔交易抽出来 我们就追踪这一笔交易 从进入企业开始到最终办理完结为止 它是如何在各个环节中流转的 都有什么样的证据 穿行测试是一个询问观察检查所综合的程序 那问题来了 这一项可不可以让人帮忙做 可以 如果我们决定了对某一笔销售交易做穿行测试 那会是我们审计项目组 比如审计经理亲自做吗 可能不是 他可能会安排一些没有什么经验的审计助理 把这个简单的工作给测试一遍 我们从一个交易进入企业开始 有订购单开始追踪 有没有生成销售单 有没有经过社销审批 后续如何安排了这样的一个销售出库 那如何进行装运到客户手里进行签收 最后呢 是如何开发票并收回款项的 我们就把这个业务流程在整个企业中的流转 都追踪一遍 就成为了穿行测试 这可以由内部审计人员来做 C是我们的答案 B确定细节测试的样本量也不再说了 那同样是不能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答案就是C选项 好 第三我们看 确定是否利用 在哪些领域利用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那对于这个部分来讲呢 我们注意它针对的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现有的工作成果 我们从这开始啊 给大家分为两部分来讲 一部分呢 是关于直接利用现有工作成果的考虑 另外一部分呢 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直接提供协助的考虑 咱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利用工作成果的考虑 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能够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就是他的工作成果能不能用 拿过来以后好 打算用了 到底用哪些 如果能利用 在哪些领域利用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 最后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你要看一看 到底能不能实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的 因为对于内部审计来讲 他是在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 他所做这样的内部审计工作的目的 并不是给注册会计师审计帮忙 不是给注册会计师实现审计目的 所以你就得看一看他的工作成果对于我们审计来讲是否能实现审计目的 好 内部审计工作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是实现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利用内部审计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以及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利用这个内部审计工作的考虑因素 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评价下列事项 确定是否能够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以实现审计目的 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支持内部审计人员客观性的程度 其实我们说地位也好 说客观性也好 综合来讲都是在考虑内部审计人员有没有客观性 接着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 那看一看内部审计人员这个工作 他做的好不好 如果说这个被审计单位设置了内部审计部门 但是聘用的内部审计人员呢 都是自己家这个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 可能都不具备这种专业胜任能力 那么即使有这样的岗位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大家想一想 我们但凡提到利用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的时候 那利用前任工作中要考虑什么 因为前任是注册会计师 我们评价的时候考虑的是 前任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那你到了内部审计人员这呢 因为不能提独立性 我们就变成了关心他的客观性和胜任能力 最终加一个内部审计 现在是已有的工作成果要不要用 那么对已有的工作成果应该有一个考量和评价 比如说我们在内部审计执行相关程序的时候 有没有用这种观察法呀等等 他用的这些方法是不是系统的规范化的方法 内部审计是否采用系统规范化的方法 包括质量管理 好那如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注册会计师不得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为什么不得利用 没有客观性的不能利用 没有胜任能力的不能利用 那没有采用系统规范化方法的 他也不能利用 就是从刚才的考虑因素当中 如果有一个不满足 我们就不能利用了 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 不足以支持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 内部审计人员缺乏足够的胜任能力 还有内部审计没有采用系统规范化的方法 包括质量管理等等 都没有采用一个恰当的方式 好 确定利用领域及程度的基础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内部审计 以执行和拟执行工作的性质和范围 以及这些工作与注册会计师总体审计策略 和具体审计计划的相关性 以作为确定能够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域和程度的基础 刚才我们就说 注册会计师要实现的是 自己的审计目的 内部审计工作里 他出了一个关于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内容中 可能包括了企业一些经营方面的控制 但没有直接跟我们审计相关 还可能包括一些跟我们审计相关的控制 对吧 比如说 这内部审计人员提出在公司的一个管理上 应该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 这就可能跟我们审计没什么关系 那同时呢又提出了 说我们在进行账务处理的时候 这单距流转有一定的漏洞 所以呢我们已经发现过一些相关错报了 那这个往往就跟注册会计师工作相关 所以我们就是考虑一下 它现有这个工作成果 哪些是跟注册会计师相关的 来具体确定能够利用的领域和范围 好 第三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计划较少的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而更多直接执行审计工作 什么意思 这世界上啊并不是只有黑色和白色 其实这个世界上应该在黑白之间 还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深深浅浅的灰色地带 对吧 那我们其实也很难直观的说 这个内部审计人员 他就是没有客观性 或者说他一定就有客观性 可能呢 他是有一定的客观性 但这客观性啊 这个要对其进行评价 比如是比较中等的 对吧 或者说这客观性稍微有一点弱 哎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定性的考虑 那如果说这客观性越强 我们就越可能会利用他的工作 这客观性越弱 我们就越可能少利用他的工作 如果真的是完全不足以支撑 我们对客观性的要求的话 那我们就是不利用他的工作 所以这里较少利用的一个表述上啊 都是给了我们一点缓和的余地 好 那我们讲到 对于所有重大职业判断的 是不是都应该注册会计师亲自上手啊 那对于那些还没有到这种重大职业判断 但是呢 我们的一些具体工作中可能会涉及较多判断的 那注册会计师就是更多的自己上手 更少的利用内审工作 在计划和实施相关审计程序 评价搜集的审计证据方面涉及较多判断时 那我们就更多自己做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职报风险较高 需要对识别出的特别风险予以特殊考虑时 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啊 如果真的只是评估重大职报风险这个环节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应当是自己去进行风险评估 在这个环节中 其实我们是到了已经评估了风险较高 后续呢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加特殊的考虑 这有独立的去获取相关的证据 做出职业判断是更好的 而不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一些工作成果 所以这个我们说是需要对识别出特别风险予以特殊考虑时 主要是针对这个考虑啊 我们应该更多的自己下判断 而不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在自己报告中所做的判断 好 那我们第三就是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对内部审计人员客观性的支持程度较弱 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较低 都属于那种不是完全不客观 或者说完全没有胜任能力 有一定的客观性 有一定的胜任能力 但呢又觉得还不够 所以这里面就处在一个比较犹豫的状态 我们讲的叫较多自己执行工作 较少利用内审工作 当注册会计师与智利层沟通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的总体情况时 应当包括协计划如何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这个部分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 连接到我们第十四章的第一节 应当包括如何利用内审工作 好 那我们接着看利用内部审计工作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什么情况下可以利用 什么情况下不得利用 什么情况下较少利用 在我们的选择题中啊 尤其要能够辨析 通过评价下列事项 确定是否能够利用内审工作以实现审计目的 同时满足这三项叫可以利用 有客观性 有胜任能力 有系统 规范化的方法 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 支持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 有地位 有客观性 内部审计人员具备胜任能力 还有内部审计这个工作成果 他是怎么做的 采用了系统规范化的方法 好 什么情况下不得利用 这个不得利用啊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就不得利用了 一 没有客观性 二 没有胜任能力 三 没有系统规范化的方法 有其一 就不能用 那我们说的叫不足以支持客观性 缺乏足够的胜任能力 没有采用系统规范化的方法 好 那我们继续 什么叫较少利用 较少利用中就由注册会计师更多直接进行工作 那较少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这又属于我们要自己去考量到底要用多少 是不是能用那么一点点 其实我们在这里不会给大家考到实践性的案例 然后让你去判断是较少用一点点吗 那这一点点是多少啊 没有办法这么考 他就是考你这个理论部分 你要会辨析它的差别 而实践呢 他一些实际案例放到不同的备审计单位中 肯定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这里叫有客观性 但客观性比较弱 有胜任能力 但胜任能力比较低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客观性的支持程度较弱 胜任能力较低 涉及较多判断时 或者是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较高 需要对识别出的特别风险 予以特殊考虑时 一个是较多判断时 一个是特殊考虑时 这部分可能各位同学还要更加准确的 对他做一个小记忆 咱们就把这个部分区分清楚了 来看一下相应的客观题 多想提下列情况中 注册会计师不得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 有什么 不得利用中就是三条有一个就不得利用 那我们说没有客观性的 没有胜任能力的和没有采用系统规范方法的 A是内部审计没有采用系统规范的方法 选项不得利用 B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较高 这是评估的风险高 后面你在执行工作时 应该更多的自己做 更少的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对吧 其实我们讲评估的风险 主要是针对后续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安排 那我们对于控制测试是自己亲自做呀 还是利用内部审计之前做过的一些控制测试的成果啊 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所以B这里应该是较少用 而不是直接不能用 C内部审计的地位不足以支持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 就直接说不支持了 那么我们就认为是不得利用 C也是我们的答案 D计划和实施相关的审计程序涉及较多判断时 那我们就是应该较多自己做较少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工作 那这样的话我们答案就变成了A和C这两个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